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Cathy 刚刚下飞机 这里是缅因州的Portland机场 缅因州位于美国最东北面的角落 以加拿大相接 缅因州的东南面 濒临大西洋 这里海岸线崎岖多岩石 景色非常的壮观 这里是山清水秀 风景如画 是美国有名的旅游圣地 缅因州是New England六州中 面积最大 人口最少的一州 这里的海鲜非常有名 被称为美国的龙虾之州 占全国龙虾产量的85% 今天与大家分享 我在缅因州旅游去的这三个地方 Portland是缅因州最大的城市 Portland也被称为灯塔之城 在美国灯塔数量最多的州 第一就是Michigan 第二就是缅因州 在我看过所有的灯塔中 我觉得最美的呢 就是这个建议1791年 缅因州最古老的灯塔 Portland Headlight 咸牙 岛屋 岛屿 礁石上的灯塔 构成如此完美的图画 森林起径呢 就会明白 为什么这是世界上 上镜头次数最多的灯塔 也是缅因州标志性的风景 从休斯顿来缅因州呢 没有直飞 我们是在DC转飞机到Portland Portland的机场很小 因为缅因州在美国 最最东北的角落 那从美国很多地方来呢 都是没有直飞的 很多人呢就会飞到Boston 从Boston沿着海岸线 开车来到缅因州 缅因州的夏天呢 很凉爽 是旅游旺季 秋天呢 它的秋色美景非常有名 只是比较冷一点 很凉爽 很凉爽 不错 Portland虽然是缅因州最大的城市 其实呢 并不大 来这里旅游呢 一两天或者度周末 找一个在城中心的酒店住下来 吃吃逛逛 非常的休闲 这里因为靠海嘛 所以呢 也可以参加一些海上的活动 除了观光看风景呢 这里的餐馆呢 是很多很棒 尤其是海鲜 当然缅因州的大龙虾呢 是最有名的 是海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可以开highway 295-95号 巴哈勃尔是美国有名的夏季避暑圣地 是一座很别致、非常临近的小镇 有风景如画的海港 那在Main Street呢 也有琳琅满目的小店 巴哈勃尔是去美国国家公园 Arcadia的主要进出口 一般呢 去Arcadia都会在巴哈勃尔住宿 这里的酒店呢 不便宜 但是呢 服务超好 有些酒店呢 有海景 像我住的这个酒店呢 早餐还送到房间 并且呢 这里的早餐十分丰盛 那除了欣赏美景呢 当地的海鲜美食 真是让人享受 尤其我们来啊 这两天下雨 我感觉我好像 很多时间呢 都是餐馆进、餐馆出 大龙虾是这里必吃的海鲜 这里有龙虾卷 龙虾汤 龙虾的三名字 清蒸新鲜的大龙虾 是最棒的 我吃过最好的大龙虾呢 就是在这家吃的 还有呢 这里盛产blueberry 蓝莓 有很多用蓝莓做的食品 有blueberry啤酒 blueberry甜点 还有blueberry ice cream 缅因州唯一的 国家公园 就是Arcadia Arcadia呢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 十大国家公园之一 相对其他国家公园来说呢 它并不算大 在这里游览呢 开车沿着Park Loop Road 看到景点的地方呢 可以停下来拍照 欣赏风景 还有了很多人来这里了 徒步 露营 感受大自然 我们来这两天啊 很不巧 一直都下雨 有时候呢 雨下的很大 翻转 雨中游览Arcadia 虽然有很多不便 有些景点去不了 有些景观看不到 但是呢 冤雨朦胧 荧物飘荡 雨雾下游览Arcadia 也别有一番风味 今天呢就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